代章泡枕这个疾病呢 它主要是以这种神经痛为最主要的一种 临床表现的一种就是自身感觉的这种疾病 它呢就是有的人呢就是白天肯定会重一些 其实更多的人还是晚上要重一些 为什么晚上要重一些呢 第一点呢它可能是跟它白天比如说我做了什么事情呢 或者是上班啊或者是我干点什么事呢 我注意力分散一下 可能这个疼痛呢就能缓解一些 这一点 第二点呢它晚上的时候它安静下来呢 马上就开始这个疼痛去感觉距离 就是注意力分散可能好一些 当你静下来的时候它这个疼痛呢就会加重 因为你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点 还有呢就是因为这个植物神经呢 在晚上的时候 支配这种疼痛神经的可能会更敏感一些 这一点也是晚上比白天疼痛要重一些的 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讲呢 它这个晚上的时候它主要是根据它的一个精度的支配所走向 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讲 单症泡疹属于是肝胆经所支配的这个皮肤一种问题 如果从中医角度来讲它属于肝胆湿热 这种症情比较多 因为子时呢就是晚上的11点钟到后半页的1点钟和凌晨的1点钟到凌晨3点钟的时候是中医就是子时和午时 这个时候呢属于胆经和肝经所支配的这个时间段的这个一个实现 这个时候呢可能会胆经和肝经 这个时候呢 咱们相担心了 这种 ProjectCezy 算可 好像是有点 一张的 这个时候呢